新冠肺炎疫情新增本土確診 八萬零六百五十六例 這也讓今年累計到現在 總病例突破了兩百萬例 而另外還新增了中重症個案 一百九十例 已經九十例的死亡 也鑑於本土疫情嚴峻 考量到重症患者在經過治療之後 症狀已經獲得了緩解 所以指揮中心就宣布 從明天開始 重症個案距離發病日超過十五天 而且PCR的CT值是介於二十七到三十 就可以解除隔離 而且邊境管控也將會從明天開始鬆綁 用件旅客只需要唾液採檢 但後續還是要完成七加七的簡易天數 新冠本土疫情又升溫 三十一號週二新增八萬零六百五十六例 本土病例 有三縣市新增病例數破萬 包括新北市 臺中市及高雄市 臺北市則降到六千多例 今年以來累計總病例數破兩百萬 而中重症新增一百九十例 死亡則有九十例 值得注意的是重症個案當中 有一名幼童是一歲小男童 本身沒有慢性病史 五月中旬發燒到急診採檢確診 返家後又因為呼吸喘再度送急診 血氧濃度低 診斷為蕭吼症 因為嚴重缺氧 經插管 使用瑞德西韋等藥物治療 住院八天後已經出院 治療過程很快這個病況好轉之後呢 在五月二十五號就順利的把管移除呼吸器 改用這個高流量的氧氣鼻管 所以這是我們今年這個本土疫情以來 第二例這個兒童染疫之後 有合併效吼的這個個案 另外考量中重症個案 經過適當治療後症狀已經緩解 但因為CT值 未符合條件不能轉出 不僅影響專責病房量能 也影響患者其他疾病檢查和治療 因此指揮中心宣布 六月一號起 重症個案退燒一天後 距離發病日或採檢日超過十五天 而且PCR的CT值 介於二十七到三十就可以解除隔離 此外因應國際及國內疫情變化 指揮中心也宣布 從六月一號零時起 機場入境旅客將全部改成 唾液採檢 取代原有的鼻煙採檢 但是入境後還是得要完成 七加七的檢疫天數 記者賴淑敏 林志堅 詹屬於臺北桃園採訪報導